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的女儿欧阳娜娜在中国演艺工作发展顺遂,但却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遭对岸网友质疑支持态度,娜娜今天选择于微博声明立场称我为我身为中国人骄傲,对此,欧阳龙表示,这不是见鬼了吗? 他的女儿努力在全世界打拼,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怎么也变成胎毒,这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事情,但是就是被扣帽子,所以他的家庭已经成为两岸关系不佳的牺牲者,如果两岸关系好,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欧阳龙第一个反应是高呼,这不是见鬼了吗? 难道台湾2300万人会认为他欧阳龙是胎毒吗?若是台湾没人认为他是胎毒,为何对岸会有人觉得他是胎毒?原因就在两岸关系不好,蔡政府没有办法破冰,过去大家用九二共事为基础做交流,互相包容理解,欧阳龙说,这三年多来两岸关系急动,现况叫做动辄得救,没有任何言论与做任何事情,他就变成胎毒, 他是中国国民党发言人,两岸关系不好他就变成胎毒,这是很滑稽的事情,欧阳龙说,要两岸关系好转,就是要让国民党重反执政,这才能拨乱反证,让台商,台商与义文界的朋友都有保障,至于是如何得知状况以及欧阳娜娜的心情是否受到影响,欧阳龙说,他自己也是看到女儿的社交软体才知道,并没有被女儿主动告知, 外界会揣测是因为女儿在电视的画面都被卡掉,所以才认为是否被指胎毒,目前女儿在飞机上,还没有联系,但因为不是事实,所以心情应该是不会受影响, 带齐修,台北报导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欧阳龙不舍娜娜被迫政治表态怪民进党害两岸关系激动欧阳娜娜偏胎毒身为中国人声明支持一个中国惹意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 HTTPS册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欧阳龙欧阳娜娜娜态度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